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 给我讲讲我妈的事吗 她跟你 提过我吗 我记得有一年北京流感大爆发 那医院里真的是住满了人 又赶上你发烧 因为没有传闻你知道你妈 她就一直举着你挂水的瓶子 我看她就一直举着 举了五个多小时 她手都没有放下来过 就怕那水毁流你知道吗 你说你在医院里你发烧 你三天三夜一会儿醒一会儿睡的 她就三天三夜 她连眼都没有吼过一下 一直在你旁边陪着你照顾你 我想她了 我想她了 你能不能抱抱我 には 你能不能抱抱我 你能抱抱我 你能抱抱我 你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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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要我等多久 见到你的笑容 你在哪里追求 是否已经拥有 你离开的出口 变成我的借口 只有你的迁就 能借我的借口 姐 这是郝泽宇的全部资料 已经准备好了 你先出去吧 姐 看我干什么呀 娇娇的话就是我的话 出去吧 怎么了 娇娇 什么事 姐 有件事情我想明白啊 你这心灵在我们这圈里 混了那么久了 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的 明显也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奇色 没必要欠她吧 我就说嘛 我这些年带了这么多人 就佼佼最贴心 替我着想 但是你看咱们公司啊 这么大 那也不能要求每一副牌 都是王炸 就拿减肥打个比喻吧 你呢就是我的长津茶 要减肥主要靠你 这心灵呢就是这个带三的 管个宝 是配套式的 心灵确实没有什么大出息 但性价比高啊 关键是听话不挑 好 我对心灵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期望 就想着啊 她进门的时候能敲敲门 走的时候能说个再见 对我身边的人能客气一点 说到底啊 演员这个职业 跟其他职业也没什么区别 都有退休养老的那一天 林柳啊 都是普通人 姐 不说这事儿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我两个都也没拿到好剧本了 不可能啊 我让小刘给你送了三个剧本 没收到吗 都是野孩子的妈 合适吗 来来来来来 你看你 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 野妈妈怎么了 那看电视里一大半都是帮妈妈的呀 还有一半多的都是漂亮妈妈 难道漂亮妈妈就不需要代言人了吗 我知道你现在呢是爱情剧的头把交椅 但是就不能开个鲜河吗 当个漂亮妈妈的头把交椅 反正你不接呢 总会有人接 你不演妈妈 只有有人啊 比你先走了这一步 可是人总是会老的呀 你总不想等年纪大的时候 还拉着架子演十八岁少女吧 你自己心里不难受吗 姐啊 你是了解我的 真到那天我就不演了呗 又欧气是不是 我呢 是跟你讲道理的 决定权还是在你 但是你看看啊 这么生动的一张脸 你要是真不演了 那观众多舍不得呀 你看看 看看人家郝泽宇 也是二十几岁的年纪 不是科班毕业 没演过什么大角色 受关注度极高 为什么呀 真是 小焦 你呢 说好听点呢 就是完美 说难听点啊 就是太端着了 老是当自己是劳模 什么都要万无一失 跟观众都有距离感了 那家 谁把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后面 大概十天半个月吧 放心 我帮你看看房子 保证你回来的时候一尘不染 我都跟我爸说好了 他也同意 说我这叫学雷锋做好事 他也同意啊 我同意了吗 你有什么可不同意的呀 你想想啊 你不在家这么久 万一漏水漏电怎么办 万一进来小偷怎么办 有人给你看房子多划算 你在啊 我更不放心吧 你说你小屁孩 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你干什么呀 你这可就是性别 和年龄的双重骑士了啊 我们学校光女孩 跆拳到黑代就好几个呢 谁说女子不如的 那前两年是谁呀 在我怀里哭 跟那小猫似的 你今天你就变女汉子了 你这变脸变得够快的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 我走了 你搬过来 就没人管你 你就自由了 对吧 你要实在不放心 可以找人看着我呀 就上次那个小北哥哥 你们俩是在谈恋爱吧 大人的事情 你们小孩儿少管 你们俩感情那么好 我在北京有什么动静 他肯定找你汇报呀 这样常联系 还能增进感情呢 那你说他还真有道理啊 我是应该找个人看着你 大鹏啊 大鹏啊 我把佳佳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坐着不许多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小哥哥 你给我找一大爷来 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我要跟他合不来怎么办啊 他万一虐待我怎么办呀 我这关键人物还没面试呢 你凭什么帮我通过 你不虐待别人就不错了 合不来倒是有可能 可你跟谁能合得来 坐下 不许动啊 过来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啊 他就是一个人精 你要跟他在一块儿 你得多长个心眼 再是人精力的小皮孩 我比他年长 我省得人生经验非常丰富 你每天就给他五十块钱啊 他要买什么 不许买 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给我 而且啊 他现在在叛逆棋 他要是耍魂 你要比他更魂 你要在气势上 就把他给压倒 很牛意 欠手机 大鹏 我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你每天必须送他回家 你看着他上楼 收 还有你 过来 每天晚上八点我会准时跟你视频 你别想趁我不在你就出去耍去 门都没有 说完了吗 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照顾好自己 走了啊 走 来 佳佳 你好 佳 他俩熟吗就知乎我大名 我叫齐克喽 我叫顾打鹏 我是牛姨的好朋友 要啊 零花钱呢 今儿还没给呢 他让你照顾我没让你给我钱 你一会儿干嘛去啊 你一会儿干嘛去啊 叔叔 我一学上 能上哪儿啊 那我一会儿开车送你去 不用了 我打车了 我说你这个 不要让你给我点 你就哦 我去 你这儿 kg 我再给你去去 不要你我一会儿去 我想你要连你去 就不没这儿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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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什么呀 不是头一回 太不一样了 上次是陪着你 这次我会说 把你的头都拨过乘客 我底气很足的 而且心情也不一样 上次咱自己出现 这次是制片方出现 连费的头等舱 我们得了这颗愉快的 心情做的 而且你也不用害怕了 我就带你帮我带你 他凭什么做头等舱啊 这么胖着 而且还跟制片方 要了两张头等舱的机票 别人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 是你说的算了吗 知道了 您好 您的机票 好 谢谢 宇哥 福子姐 快 里边吃去吧 一回能可劲吃了 去吧 嗯 呦 妈妈 你演啊 你现在怎么 还怎么没有职业道德呢 剧本是机密 门嘴边乱看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我以前刚才的条件反射 我这都没有用力 不是 怎么演妈了 快了点的 这女演员不都挺忌讳演这个的吗 我是个演员 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角色演好 少女也好 妈妈也好 都是角色 那我问你了 让你演太监你演吗 演啊 那不就行了 在好演员面前 性别都不是障碍 年龄有问题吗 黑鲜朗 我这每次碰见你 你都能教我点心智之声 我还真的得谢 别客气 又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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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鹏啊 什么 你连他几点钟放学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放心把他交给你 你赶紧 赶紧 你赶紧啊 你赶紧去 你要现在去的话 可能还赶得上他放学 还有啊 你那个 一会儿给他装晚饭再做 他现在正长身体的时候 你千万别给他吃那些 什么方便秘啊 那些垃圾水片呗 好了 好了 好 你既然把孩子托付给大鹏了 那就应该信任人家 你瞧 你这一电话一电话的 烦不烦哪 你懂什么 人家家呢就是一个混世小魔王 我都被他收拾过好几回了 我人虽然走了 但我心得在 我 我无处不在 走 受累了你 喝 哪儿进去啊 这边 谢谢啊 老夫 快点 老夫 我跟你说啊 那些水果 还有这些酒都是免费的 今天你可以喝个口 没有不出车 毕竟又不用离开 来 来 来 你好 你好 那咖啡机啊 那必须是DIY现出 现出的咖啡 那才叫好喝呢 不过你一会儿少喝点啊 飞机上还有很多好吃的 全部都是免费的 没什么我能吃的 我都垃圾食品 你家福子呢 真的 跑这门嘴蜜来了 好啊 老语呢 我跟白娇聊天呢 行 你少吃点啊 对 哈喽啊 哈喽喽 小语 小 不不不 对不起啊 姑娘 您好 您好 您 您是白娇娇吧 谢谢 您好 您好 您不认识我 我认识您 电视里边看您特喜香 没想到您这真人这么瘦啊 好 干吗 怎么 我就想跟人说说话 您戏演得真好 气质真好 白娇娇你好 我是郝泽宇的荆棘 牛美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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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小语说呀 你在戏上啊 对她特别地照顾 你家孩子呀 不会说话 我替她谢谢你啊 举手之劳 都是应该的 小秋啊 你这是人长得漂亮 又会说话 就该你招人喜欢 是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家的 小语的司机兼保镖 福方树 福先生 我们这次出来啊 就看的人有点多 那个 佼佼你千万别介意啊 我们也是 初出茅庐嘛 有样学呀 听说上次拍戏的时候 你也带司机了 所以说这个 是可以的 对吧 可以的就好 我是看你这回好像没带人 我也别 别打凌错了 一个行业与一个行业的规矩 是不是错 好作与新闻有数 只要他觉得没问题就行了 是吧 坐 坐 你们也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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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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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您 您 您 小语 您多照顾点啊 行 您 吃饭点 来 行 那咱们这碗吧 行 老夫那是吃的 免费的 得得得 你不要 我们不爱吃这个 是 好 佼佼 佼佼 晓晓 为什么不在学校门口等我 干嘛呀 我问你 为什么不在学校门口等我 我都说了看缘分 咱俩没遇到 说明咱俩没缘分呗 你这年龄的人 不是最讲究缘分八字吗 咱俩八字不合 你呀 你赶紧回去吧 干嘛呀 作业写了吗 管着吗 作业没写 写作业写 写完作业吃饭 我给你坐下 我现在不想写 把手机给我 我不想吃你做的饭 我想吃汉堡 牛姨说了 汉堡是垃圾食品 不让你吃 行 我不吃 你会做饭吗 你会做 你说会做 说我想吃什么 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会做吗 太会了 可有一条啊 吃完我这鱼香肉丝 你给我好好写作业 行吗 行 干啥 回来 把手机给我 吃完再写 你怎么挂了 怎么挂了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你甭给我假客套 有事说事啊 大家都挺忙的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 找你就不能叙叙旧啊 就咱俩那点旧 有什么好叙的呀 你想签 华泽宇啊 想签 你就去签呗 你可是鼎鼎大名的施竹精 你随便勾勾指头 像这种人哪 不对都得上杆的嘛 再说了 我跟他又不熟 你找我干嘛 你是跟他不熟 但是你 跟他经纪人熟啊 你随便勾勾指头 像这种人哪 好 这么多年了 你这爱打听的洛西 还是没有改变啊 知己知彼嘛 找你 是因为你跟牛美丽的关系 我觉得有些话 你说比我说合适 至少 维稳一点 接呗 万一有事呢 谁啊 喂 小伟哥哥 我是佳佳 你还记得我吗 哦 原来是你啊 小雪和惊 有什么事啊 刚刚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的 他非说他是牛美丽的不好 不然是 他是不是叫福芳树 不是不是 姓姑 什么 你在家等着啊 我马上过去 女朋友 管他着吗 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一下 我爱你 喂 喂 你害怕坐飞机 能不能别来回瞎溜的呀 我跟你说了 坐不了飞机 以后就别坐飞机 还给偏方省点钱呢 还记着我 怕坐飞机这事啊 明辉千古我也算 会不会用成语啊 那叫一臭万年 行了 我跟我搅拌脚字 有话直说呗 你啊 肯吃苦 也有韧劲 你是有潜质的 但是你也要记住 你必须要好好珍惜 人气这种东西 是说没就没有的 千万别犯错 听你这么说 我这叫小人得志啊 我知道你害怕坐飞机 但是也不至于 把整个团队都拉过来 做商务舱吧 这种破坏行业风气的行为 你觉得合适吗 笑什么呀 你是刚刚经历过 网络暴力的人 作为工作人物 我就得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 还笑得出来 你这么为我着想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你别谢我啊 离我远点就行 别出了事情 把我给打进去 我没什么亲人 我没什么亲人啊 他们是离我最近的人啊 被震度我自暴自弃 他们一直陪着我 非亲非虎的 你说人家凭什么 照顾我一身经病啊 都说同甘共苦 既然共苦我 为什么不能同甘呢 可以同甘 但不可以蹭公款 他们的票是我买的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但是我一想 就你那轴劲 我要是不告诉你的话 你肯定得给我个抖不出来 我 合着你是特意过来跟我解释一下 是吧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是 偶像局里面的男主角 默默地为答案付出 以后有这种事情 早点说行不行 我现在呢 总算有点能力 对他们好点了 所以千万别跟我拆穿了 就让他们心安理得的 想想福 开开心心地跟着我就行 谢什么 回去吧 你刚才跟白江东说什么了 他会不会跟制片方抱怨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投等舱的钱咱们就自己出 拿我的私房先补 行 老板 你就你那三挂俩俩总的 能补多少啊 就踏实待着吧 以后这种事都交给我了 你会去 법 来 干什么 我看你 我看你好像这回 没那么紧张了啊 能一样吗 上回是因为这位子 我有这个遗憾未解 心愿未了 那这次不一样啊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已经在这个飞机上了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对吧 要死也一起死 你说什么呢 爸还在飞机上呢 胡说八道 你爸在飞机上 我根本也说错了 不求同学同学同学生 但你求同学同学生 给我配掉 配配配 你不配到你给我摸木头 哪有木头 啥的丑 你赶紧 这说话不吉利啊 行行行 我拿你当木头 我完了 你别看了 你睡会儿吧 我还下飞机好多事呢 你去吧 你先喝点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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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喝咖啡 我们可以帮您 这儿甜品还不错 再给我来两个吧 好吧 请您稍等 女士 您的甜品 好嘞 谢谢 您 您这刚喝完稀的热的 这又来五个干的凉的 好嘞 这东西是人家的 肚子是咱自个儿的 厚甜的不说 咱 咱把胃吃出毛病来 我们做的是头等舱 就是要享受头等舱的待遇 知道吗你 那个 服务员 您再给我来条毯子呗 有点冷 好的 女士 您吃这能不冷吗 麻烦您啊 您是跟您谈 麻烦 谢谢 我就瞧不上您这 小人得知的劲 谁小人得知啊 我经常做头等舱 我每次做 我都这样啊 刚才在那个候机室 你当着人白娇娇 怎么眼儿得子什么呀 人家什么级别呀 见过多少世面哪 西罕 瞧你那这白谱 还有 你那句什么有样学样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让人难堪吗 我就是要让他难堪 就是给他个下马威 我要让他知道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家小语 今天是要跟他平起平坐的 你懂吗你 怎么就平起平坐了 论资历人白娇娇 可以说是好罪与他前辈 是吧 那不得谦虚点啊 谦虚使人进步 论资历的话 我们家小语比他先出道 你知道 白娇娇的经纪人是谁吗 实如今 就好比是唱歌界的王妃 篮球界的姚明 打排档里的考串 那我跟那白白谱 我得让他们知道 我们家小语也不是好欺负他 省得他以后 蹬鼻子上演来欺负他 你别用自己那小斗鸡肠 再揣砸别人 我觉着白娇娇这人挺好的 没你说那么坏 你看谁都好 我这人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我这人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我也没有别的资源 我唯一能做的呢 我 就是保证不让我们家小语 受别人的欺负 你 你这心啊是挺好 可是方法不对 你现在呀 就跟一特护犊子的妈似的 你这么下去 那就把她给毁了 还好 你爱也是爱 小语她无依无靠的 我们就是她的情人 我们不宠她 你说谁宠她 她要真站不住 她回来 我也接着 爱福元 您好 女士 麻烦再给我倒杯热水 谢谢 好的 您稍等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还跟男子吃不吃 我不吃啊 我怕拉心 好几十块钱一个呢 您 您来吧 好美好 都饿死了 别急啊 来人了 开门去 来 开门去 啥啦 任佳佳呢 你不是找牛美丽啊 牛美丽在吗 不在啊 那你得到啊 我找任佳佳 佳佳写作院啊 下来吧 别急啊 你嘛呢 你是说的吗 你真难难啊 你把我抬起来怎么了 小北哥哥 你弄着干嘛 都紧了 想擦擦地点抓你 我认识你 谁为那把理发师 放开我 我 放开 放开 别动 别动 这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 她 她是牛美丽派来看着我的 我就是闷嘛 所以才 叫你来陪我聊聊天的 她不让我出去 我跟她有代沟 所以才骗你来的 小姑娘 你要是嗷嗷待哺 我也就原谅你童言无忌了 可你老大不小了 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狼来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是叫你来陪我玩 你会来吗 再说咱俩不是朋友吗 这 咱俩才见过一面 你就把我当朋友 你就交朋友也太不严谨了吧 既然是误会 没事你就赶紧走 牛美丽既然把她交给我了 一会儿我教育她 坐 愣着干什么呀 洗手吃饭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看你这表情 就知道你知错了 你都知错了 我说那么多话干吗呀 你在我这儿不说 打算去牛鱼那儿说啊 虽然你错了 但是你是一女孩 让心仪的男生给绝了 自尊心肯定受不了 拿这话到处乱说的 你叫长舌妇 我一男子 不干这事 你也吃点 你尝尝 好吃吗 好吃吗 嗯 好累了 好累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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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美丽也太能买了 这边整个生长都搬回来了 她不光能买她还能逛呢 我这两条腿都要熟了 她还能有劲带我爸出去吃主餐 你说这钟老年人的体力 怎么就那么强呢 废话 人家下地干活的时候 咱玩电脑玩 人家劳动赚钱的时候 咱还玩电脑 人家跳广场舞的时候 咱还在这儿玩电脑的 你说这体力能跟他们比吗 也对啊 对了 好像这次还有一个宣传活动 具体时间听片方安排 好像跟那个吃饭有关 估计得现场做饭吧 你回来自个儿琢磨琢磨啊 行 怎么着 睡了 你又没离吃饭去了 不吃点羊 没劲了 那我不动道了 我今天饿死我也不想出这个门 胖子代价 干嘛呀 你给买吃了去呀 这你要真是饿死了 谁伺候我呀 躺着吧 我的天哪 又有人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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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过来看看啊 来看看啊 来 重新小面了 不吃豆腐你尝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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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有 便宜 好 便宜 收获福啊 你家麻辣的收获福 你家麻辣的收获福 啥了 老板 给我来两份 巨拉那种 啥嘞 火上啊 火上 好 走了 走了 再不吃就凉了啊 我欠你 我告诉你啊 这臭豆腐 热的是我 是闻着臭 但吃起来香 你要等它凉了 那就闻着臭 吃起来更臭 你可真行啊 我帽子压这么低 你都能看出来是我 你看 咱俩很好啊 你看咱俩穿的 是不是雷同 大碗呢戴帽子 而且你看你这周围 有谁瘦得跟你似的 像竹竿似的 而且你这还点两份 一直低着头 一直不吃 太奇怪了 一言我就认出你呢 就你聪明 挺能吃辣啊 搁那么多辣椒 我一吃辣椒 我就上火 一上火就长痘 公司不让我吃辣椒 我都四五年 没吃过辣椒了 但我是湖南人 腰肉辣椒长大的 你这吃辣椒上火 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湖南人 你这湖南人 当得也太不地道了吧 你一操老爷们 你懂什么呀 这叫水土不服 我到北京之后才这样的 吃不了 就更别提油炸的了 什么薯条 奶茶 炸鸡 想都不敢想 你说你这何必呢 想吃就吃 这干嘛非要这么为难自己呢 你得这么想 你啊已经够瘦了 你要连好好吃顿饭都不能吃 那你这身体也能受得了吗 这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道德 你既然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 你的身体啊 就已经不再属于你的了 你的一切都要为细服务 你看啊 我身高一米七三 体重四十七公斤 但是没用 上镜还是显胖 一上镜至少胖二十几 好 可是你这些已经够厉害了呀 爱情天的市场 几乎都被你霸占了 不是你还想怎么着 你还想多好才行啊 那我还能演几年 我现在已经三十了 再过几年我就奔着四十去了 我还跟年轻男孩演谈恋爱的戏 我自己想想都觉得不行 我自己受不了 哎 我自己受不了 你 compte说 忘了多久的好久不见 曾以为再也不见 青春的执着坚决 换一张笑脸 放下通过的月月念念 回避的记忆断片 此刻焦点了视线 不再是解不开的结 我们都如爱所愿 不再是一厢情愿 遗憾轻描淡写 流失坏的泪 从此没有心事了 如爱所愿 学会自己和解 成为被幸福爱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